吹吉避空有辦法 亂擺放東西很驚嚇 家居風水怎樣擺好 師傅教你應怎樣做 旺來伯伯 歡迎各位恐怖在線加上旺來伯伯的觀眾 因為每逢付費看恐怖在線之後 當然也可以看星期四晚上 十點鐘一小時的玄學資訊節目 往來八百今晚沒有現場師傅 不過待會準備了 隔岸觀火就會見到他 今晚首先我們會有風水玄學資訊部分 稍後時間就會上星期這樣 給大家問事 因為上星期很多電話 大家都很想問一下來年的事 因為快要新年 所以今晚的星期仍然是N Call 所以我們這個星期 會見到 都是上星期的蔡偉雄師傅 待會就會見到他 但今晚才有個話題 其實這件事 我們永遠出去看風水 幫人看一些家居的說話 第一件事先看一看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十居期七八都是有 就是橫樑這件事 橫樑在建築學上 都基本上會有的 但如果你不是坐正在那裡 你不睡正在那裡 其實影響又沒有那麼大 但原來很多時候出去看風水 而形成到健康問題 或者其他不好的事 都是因為橫樑壓頂而造成的 就是剛才 一個小時前的事 我們又出去拍了 有一張照片 剛剛新鮮 滾熱 拍回來給大家看 究竟什麼事呢 就是這張照片 背景是怎樣 其實是從恐怖座線出來的 這件事 就是有位女觀眾 打電話來 就說到 就是他弟弟出現一個問題 健康的問題 就是他弟弟很小 十幾歲 就有腦癌出現 其實之前已經做了手術 後來又翻法 昨天再在醫院做第二次手術 我們剛剛去了他這個地方看 明晚恐怖座線 就會看到整件事 那看看 他弟弟睡的地方在哪裡 原來 第一次出現腦癌事件 他就是躺在這張上隔床 這張膠架床的上面 你想想 他的橫樑 近到這樣 第一次看到這麼近的橫樑 就是躺在那裡 你說是不是一定有關係 我不敢說 可能每個人的健康 或者各樣東西 或者五行 都會有影響他的健康情況 但是你這樣腳頭有事 都應該有幾成影響了 明晚就會看到整件事是怎樣 不過這個時候 我們要隔岸找一下蔡偉雄師傅 出來見面 Hello蔡師傅 喂 你好啊 好 我喜歡那字隔岸 隔岸 是啊 我看不到你 蛤 我已經在這裡了 我看不到你 你是不是還沒回魂 我已經 你見不見到我 我見不到你 現在大家都見不到你 見不到我 我應該開了鏡頭 好不要緊 我們先聊著 看看 剛剛見到 看到了 行了 今天LV出現 回去吧 哈哈哈 今天就是蔡師傅 仍然在你的辦公室 不打擾你上來 好了 我們今天的話題就是橫梁 剛才你有沒有看到那張照片 有 我看過 但是我見到橫梁還沒壓到她的頭 都正 可能那個角度 可能那個角度問題 如果她真的壓到在頭 正正在上面 那就一定是有事了 如果不是的話 就因為她太近屋頂了 她的床 變成了她的氣很濃 很濃縮 好像你壓住了在上面 如果那個房間的氣場本身是不好的 她還會加強那個力量 好像壓力都一樣 她本來沒有什麼 她都壓到她便有事為止 我想我相信應該可能 環量有一點點影響 二來就是屋頂和床的距離太近 第三就是她房間的風水 可能是出現了一些 可能叫做癌症 或者是一些災難的東西 或者是病 那她就住在裡面 那也都有一派 風水學 去到很深的風水學 就是天花板的風水 和地下的風水是兩回事來的 看完天花板 是啊 天和地下 例如風水家的陣 本來是走著地緣籠 即是走著地氣 她躺到上去天花板 她有另一個星盤 那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 她已經去到 一間屋有兩個不同的盤 因為她太近天花 是嗎? 是,她吃了另一些氣 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她現在這個 就是一個店舖 它是兩層的 她的店舖 她們前舖後居 就躺在上面 整個店舖 都是沒有陽光 還有沒有新鮮空氣的 明天就看到了 完全沒有新鮮空氣的 基本上 以前 以前很內世紀的時候 我爸爸請了一個司機 他安排了 他睡好像我們現在的現狀 叫劏房 我爸爸那時候 就在香港做廠 又是一個很黑的地方 在觀塘那裏 有一個倉 因為一萬呎 你那裏間幾十張 間幾個房間都沒有所謂 他就把司機放進去那裏睡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司機睡在裏面 不夠應該六個月左右 她生癌 真的嗎? 不過那個倉裏面 沒有空氣 是 那些水電全部都不足夠 一個更比劏房更差的劏房 那我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我聽到之後 啊? 沙眼怎麼了? 然後他就好像 沒多久就 走了 他離開了 沒有在我們家裡做 然後就離開了 之後就走了 應該是死了 應該是聽說 但是你現在這樣說 我們想起 我很多朋友 家裡有姐姐 那姐姐的房間 都是有些惡搞的 是啊 真的 尤其是姐姐 她自己有個廁所 在她那個房間裡 沒錯 然後她一跳跳出去 就是她的床 是啊 如果僱主是好心的話 就不會讓她睡那裏 那裏 就拿來做雜物房 多數是 那就升級那個賓會 去住其他地方 但是因為香港地方 住雜物 沒辦法了 那就真的住在那裏 你日日 我們叫做民主的沼氣 好像細手間就是沼氣 她也有個心肝脾肺神 尤其是腎功能 很快會打柴 但是姐姐 不是我們中國人 會不會有關係 影響不到的 會不會的 還有一樣 那些姐姐 那條命很硬的 是啊 很難 撐到的 是啊 你撐一分 你自己下去 我想不夠三天 你馬上病了 他們OK的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 你有沒有研究過 天生命硬 哈哈 有沒有研究過 他們的命是否硬一點 哈哈 他們的命是硬一點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睡天橋也可以沒事 可能他們 因為 他們知道自己 要出來打工 那條命可能硬了一點 才會出來 可能會這樣 是 然後命不硬的 那個人 在菲律賓 就等老婆 送錢回去菲律賓 在那裡 喝結他 溝女 哈哈 哈哈 好了 那今晚 就會談談橫梁的事 除了風水之外 今晚也找了一位 設計師的朋友 直接講解一下 為什麼要橫梁呢 我們當是一個 風水也好 或者建築學上面 一個知識 讓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要用橫梁 其實是兩件事 是 沒錯 兩件事 是的 那一會回來 我們聽完他的解釋之後 我再找回來 師傅就會找回一些資料出來 究竟哪種橫梁 是沒有那麼影響 哪些就會影響多一點 好嗎 好啊 沒問題啊 好啊 那一會再見 好 拜拜 都希望看這個節目的時間 大家都對 除了風水以外 多一點的認識 各樣在建築學上 都有影響的 那些情況 我們當是 是的 聽一聽這方面的資料 先 Timothy 有一位 在香港都 很多朋友都會認識他 行內的一位專家 那 除了在 宗教上面 他有時候都會回應到我們之外 那他 建築學上面 可以給你資料 厲害 Hello Edmond 有關橫梁這個問題 其實我就 嘗試很快 很簡單地回答給你 其實在建築學裡面 以前 全部都是結構牆 即是說 那個建築裡面 每一棵牆 都是用一些很厚 有要承托屋頂 承托力度的牆身 我們叫做結構牆 他們就不能拆 如果拆了 用其他方法 要承托住 上面的重量 那 為什麼會變成 梁和柱呢 有梁 就一定要有柱 因為 梁柱就是 梁就是 將 上面的重量 承托 那梁呢 的重量是怎樣呢 就要經條柱 直身的柱 落到地板 所以有梁就必有柱 而梁柱的出現呢 是一個科技上面 和結構學上面的一個進步來的 因為呢 它可以令到空間呢 的活動性大了 什麼叫活動性呢 試想一下呢 如果一個結構場 全部房這場 全我廳這場 都不能動的 那就很死板 可以做的事很有限 又不可以作 又不可以改 但是呢 試想一下 如果 將所有牆心 都可以拆散的時候 只是拆剩一條柱的 粗度 和一條梁的位置 其實你就可用性 就大了很多 整個空間 可以改 可以藏東西 用料 特別都會少了很多 因為一牆的材料 還是一條柱 和一條梁的材料 貴一點呢 所以呢 很快就回答你的問題 為什麼 尤其是現代的建築 我們不可以說是分香港 或者是歐洲 或者是中國 因為每一個國家呢 都會有用結構場的方法 甚至現在呢 的樓呢 如果你留意呢 無論是哪個發電商也好 幾個月的樓也好 它裡面除了良處 都有結構場的 有沒有留意 尤其是我們在廳和睡房 那一幅呢 通常都是結構場的 在香港現在都是 但是其他地方呢 就很用樑和柱 最主要就是 他尿 讓你可以容易修改 活動性 那又不是真的分國家的 是分建築的方法 以及你建築什麼建築物 哪些類型的建築物 去衡量 究竟用什麼建築的結構方式去做 希望能夠幫到你 嗯 大概明白嗎 大家 可能都要消化一下 對 橫 這條樑和柱的分別 原來都是為了那個 好用度 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變化多些 於是呢 就會用到這個結構方式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永遠在香港 因為真的有些古怪 因為地方限制的問題 他們始終可能要躺在柱的樓下 又或者那條柱 樓下就算不是躺 都變成有可能要來坐 這樣 那個情況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形成很多健康上的 搞不定的事情 因為你擺放很難擺 在剛才那個情況之下 你怎樣 可以避了一條柱呢 你要避了柱之外 你可能要避一個門 因為一推進來 就說不應該是 影響頭的 真的太多東西 很複雜 還有那條柱中間的說話 更麻煩 好了 找回師傅出來 師傅 剛才聽到我一位專家 所以要避充這條柱 所以要避充這條柱 是真的好下功夫 因為香港的房間太小 沒有去摸一邊 是啊 還有很多都不能搭 都不能搭 整個這樣 好了 那你有沒有圖可以給我們看一下 橫樑有什麼分別呢 或者哪些影響性較大呢 好啊 我們又橫樑壓門 好啊 其實新樓很少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多數六運樓 七運樓 很多時候會出現橫樑壓門 突然間多了一條廚房間 在中間的屋 中間的屋 整間屋 那你如果找八運樓 那些樓就很少這些樓 那你第一幅呢 就橫樑壓門 那然後我們如果你沒有記錯呢 Carrie 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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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樑壓著那道門 所以呢 家庭成員很多時候都會比較 就是壓力重一點 空作呢 有時候比較難一點 上位啊 那如果 不幸運的 那還有時候 家庭的夫妻 會吵架啊 都會啦 那我們有些解決方法 那當日我好像沒有教他 一個解決方法 那我現在可以上方教他 怎麼解決 就在那條樑的 上面那裡 上面那條樑的左右兩邊 前後 就是四角 那條樑的四邊角位那裡 吊個不開口的葫蘆 在那裡 但是師傅 這個呢 難搞一點啊 在外眼程度上 就是搞不定 超醜 超醜 超醜啊 你這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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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水 就搞定他 如果你 你 封了屋頂 紋得 封了屋頂 可能幾千元 那會好看一點 長遠來計的 這樣有點外眼喔 那 這個就是最便宜的方法 我教了你最便宜的方法 好好 好好 那你自己釋除尖別 還要在 梁的底下那裡 還要擺一隻 十六吋的葫蘆 真的很長 那隻葫蘆 就頂住 在其中一條柱的 最尾柱那裡 或者前後頂住 就是 代表呢 其實葫蘆是一些氣場的東西來的 就是幫他托上空氣 讓他不要走下來壓住我們 是 是 那個容易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難搞些 我寧願浪費幾千元 填平他 大哥 那當然啦 填平他當然是最好 第二個方法就是 你加一盞烏絲燈 就是有熱力的燈 不要加那些冷膽 現在全部都是冷膽來的 加烏絲燈有熱力 他可以助一些氣 那會不會那麼差 那最便宜最便宜的 他就是敗敬烏絲燈 頂住當 我們叫做 有時你找裝修佬師傅上來 你知道現在找裝修佬很慘 很難的 是啊 又哀又哄又求又拜 可能都不想你 是啊 是的 因為那些東西太便宜了 是不是 我不幫你搞了 就是這樣 所以 戰物鬥窮人 400元跟你搞定他 咦? 那你那次怎麼教Carrie的 啊? 沒有了? 看完了?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和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塊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來伯伯的一個combo 還有呢 也可以上課在mmp.com 加上我們BicBic的手機 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都喉不到費 是的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呢 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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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